前陸委會副主委張顯耀被指控洩密 今天甚至連共諜兩個字都出現了 張顯耀下午大動作開記者會 痛批高層追殺他的手法 簡直是二十一世紀的白色恐怖 他說少數人基於私人利益考量 迫害中良 但是如果因此造成兩岸關係激動 後果是不堪設想 不過張顯耀雖然表示 他要把事實的真相公開 但是又說因為牽涉到國家機密 現在公開講就是洩密 所以他會主動向檢調單位說明 以證明自己的清白 被指控涉及洩漏國家機密 還可能是共諜 前陸委會副主委張顯耀拉高分貝 出面駁斥 這是二十一世紀的白色恐怖 這個是二十一世紀的白色恐怖 少數人的做法 這麼粗糙 這麼草率 沒有經過審判 沒有經過車體的調查 就在外面放話 抠帽子 對被指控為共諜張顯耀說 兩岸有許多公開與私下的溝通管道 絕非只有他一個人 他都是奉命行事 只是個棋子 他強調兩岸協商代表被扣這麼大的罪名 兩岸互信將荡然無存 後果不堪設想 張顯耀表示自己一直忠於國家總統很可能被蒙蔽 為了求自保他會將真相公佈於事 但在記者會現場不能公開說 否則就是洩漏國家機密 他將會主動找檢調配合調查 被問到去職是否跟馬錫會提前破局有關 張顯耀說他也不知道 但有信心證明自己的清白 遺憾少數人沒有顧及國家利益 沒有查明真相就罵知罪名 讓參與兩岸事務的人員都相當恐懼 現在除了覺得政治非常可怕 看了報紙也開始擔心起自己的人身安全 記者 台北報導